第一步要浸藥材 Celia,第二個,你教我們做甚麼 你剛才說手臂經常冰冷 讓我教你製作一道 製作製的原肉紅棗羊肉湯 羊腩煲時經常吃 但羊肉湯我好像真的沒喝過 難煮嗎 不難煮,而且還很鮮甜 好,Celia,我們第一步要做甚麼 我們第一步要浸藥材 我們需要浸檔心、去核的紅棗 去核的紅棗沒有那麼醜 而且好像很血 沒錯 我們血色好,臉色也好 通常幾天後都會喝紅棗水 對,可以補血 沒錯 另外還有原肉 原肉有安室的作用 怕的時候可以… 我們會睡得好一點 睡得好,皮膚就好 好… 這個菜也有很多藥材 其實也不算太多 而且這些藥材也容易埋住 對,然後浸藥材的時候 就處理羊肉了 浸多久? 大概浸20分鐘左右 為什麼呢? 因為平時的藥材 很多時候都是曬乾了 而且也會用硫磺去處理 浸泡就令硫磺沒有了 還有煮出來的味道會比較容易出味 但用熱水浸還是冷水浸呢? 用普通冷水浸就可以了 其實不能浸過夜 也不用浸太久 因為浸太久,泡太多水 然後味道就會走光了 就會浸浸了 通常大概浸半小時就可以了 好 然後浸藥材的時候 就處理羊肉了 羊肉要先出水 冷水進去出水 會令髒東西走出來 有否說這個湯用羊肉的哪個部位 我用羊腩的, 多一點肉 而且比較嫩 我們也想吃湯炸 所以我就用羊腩 但會不會很油? 其實也不會太油 因為本來我們出了一次水 還有少許油分 令湯喝下去也會香 再滋潤一點 沒錯 不過如果怕油 也可以最後撥走油 對 滾大約五分鐘左右 不要滾在這裡, 就真的逼不出血 和髒東西 我下次會飛水 因為我一直都坐在這裡 對 我一直滾在這裡, 放下去就流氣了 因為滾在這裡, 高溫 令水溫已經封掉髒東西的面層 那些髒東西就走不出來了 如果冷水下去 慢慢就會逼走髒東西 明白 好, 我們在這裡等它慢慢飛上 我們這裡可以處理蒜頭 好, 我們也會加少許蒜 是 蒜頭是薄薄的香味? 香味, 沒錯 如果你真的怕羊味 或者家人不太喜歡羊鬚味 有一個小貼士 出水, 加少許白醋 是 煮一煮, 令羊的鬚味較少 沒有那麼揮發 沒錯 因為現在還沒開始滾 已經開始嗅到那股鬚味 如果在家裡煮的話 不可能整個屋都是那股鬚味 也是, 但看你喜不喜歡那股鬚味 你喜不喜歡嗎? 我自己喜歡 你喜歡那些鬚味 對, 比較濃味 比較鬆的東西 對 你見到現在的… 無法猜到 髒東西就開始走出來 對 很快 有很多泡, 還有少許黑色 所以我們大概等它煮多五分鐘 再拿出來沖一沖水 現在你看到泡泡都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撈起羊顏 是 所以一定要出水 如果不出水, 直接放進去 湯煮出來就會更不漂亮 湯煮完水後, 看到羊還有少許髒東西 我們再沖一沖水 主要是洗乾淨 洗澡 對, 洗澡外面的髒東西 準備好羊就可以開火了 先煮滾水 另外再加薑片, 天氣冷 還有薑也很適合配羊 是, 驅寒 沒錯 另外也會加少許黃酒 對, 這樣令湯更香 感覺更加補充 沒錯 我們已經沖了 我們已經沖了 可以加些材料 好, 先加羊肉 對 然後加其他藥材 如果紅棗有核, 紅棗會比較濃 好, 然後加蒜頭 我看到蒜頭沒有切開, 會出味嗎 也會出味, 因為我剛才撕衣的時候 按一下蒜頭 所以其實也會出味 還有圓粒, 待會喝湯的時候 如果你不吃蒜 就不用夾開一塊塊 另外會加薑片 就是剛才壓著蒜頭那一刻 就是… 沒錯 沒錯 其實煲湯也要一次過放進去 沒錯, 我們會加少許黃酒 我們分兩攥加 第一攥, 現在先加一半 為什麼分兩攥? 因為我們也想黃酒的香味在那裡 因為熬得太久, 酒會揮發 所以最後再加另一半 對, 軟滾起的時候 才加一些黃酒 沒錯 還有一些… 杞子 對, 你很眼力 杞子呢, 為什麼我們現在不加? 很常杞子 就是最後煮熟了東西 在最後三分鐘的時候才加 因為杞子煮得太久會變爛 你又吃不到營養 還有杞子就這樣吃也可以 所以就不需要煮很久 好, 我們現在煮多久呢? 這個湯 這個湯煮熟了之後, 轉小火 大概煮一個半小時左右就行了 那就有湯喝了 沒錯, 是不是很容易嗎? 容易, 真是很容易 最重要是你買適合的材料 材料 材料就可以了 湯差不多了 怎樣? 很有火鍋的感覺 而且聞不到也覺得很嫩 對, 很嫩 很想火鍋, 聞到這種味道 對, 其實那種湯底 可以做火鍋或加米線 其實也很棒 很嫩的粒粒 對, 接著我們就加剛才剩下的黃酒 現在才加 對 再加杞子 對 杞子明目 我們女士多吃一點也不妨 大概煮五分鐘左右 讓鹽酒稀稀揮發了 最後就加少許鹽調味 這樣就完成了 煮起了 對 好, 我們的湯渣也要吃 對, 你看羊肉 其實仍然很嫩 所以這個湯是可以吃又喝的 沒錯 如果喜歡藥味更濃 其實可以再加當歸 但當歸未必過過瘦 所以我這個版本比較厚 而且你又覺得湯比較甜 然後再加少許鹽肉和紅棗也可以 所以你經常吃什麼都要看時節 對 還有看體質 對 現在本身已經很醜 再吃這個 對, 就不行了 好, 我們嘗嘗了, 妹頭 好 喝湯 你吃不吃樣子嗎? 其實少吃的, 但這個我也想試一下 先喝一口湯, 暖胃 你覺得怎樣? 對, 我覺得沒有想像中那麼酥 簡直是沒有酥味 其實你聞不到一口酥味 對 但喝, 吃下去不是下手 你可以嘗嘗那樣 因為藥材 真的很暖胃, 整個人都暖了 先嘗嘗羊肉 煮完也不韌 是嗎? 對 可能你選了羊腩 黃酒味, 我覺得你剛剛喝得很好 現在你喝了一點黃酒味 整件事真的很適合冬天喝 喝完後, 馬上全都暖了 不過如果各位覺得有什麼不舒服 你看看家庭醫生好一點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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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